200.中華工商時報 我國星級酒店轉型壓力持續 2015年7月27日深度報道02據新華社北京26日電 記者從日前在此間召開的第四屆世界酒店聯盟大會企 第八屆世界酒店論壇上獲釋 我國星級酒店客房總數達到160多萬間 這些酒店正面臨旅遊業信蟻發展帶來的機遇 以及消費結構劇力調整帶來的挑戰 中國飯店業協會副會長陳小川說 截至2014年年底 我國共有星級飯店1.25萬家 其中45星級飯店近4000家 星級酒店客房總數達到160多萬間 目前我國旅遊人均出油率是2.4次 按照發展目標 2020年要達到4.5人次 基本上國內旅遊數量就要翻一翻 這為旅遊行業創造了無限商機 陳小川說 與此同時 自理公款消費和反對車廁浪費 給飯店業帶來的轉型壓力持續 從今年全國飯店市場形勢看 呈現不高南低的態勢 特別是外向營企業加多的東南沿海省份形勢更為嚴峻 中國旅遊協會秘書長樓市均說 近年來我國飯店業相繼面臨著世界經濟復甦法力 國民經濟增速放緩等外部因素 同時飯店業長期發展缺乏規劃 在部分地區發展無序 政策性規劃和調控不足 空間佈局不均衡 部分地區產能過剩 這些矛盾導致我國飯店業消費持續走低 整體運營業績不斷下滑 飯店業的轉型升級益在微折 淺春然 二次 二次 三次